陆鼎记是金庸先生的著名的封底作品 剧中讲述的是小混混为小宝 偶然之下与康熙成为了兄弟 然后帮助康熙解决了内忧外患 打造了一个康熙盛世 并成功带着自己的七位老婆公正身退的故事 而金庸先生的陆鼎记已经被反派过很多次 这次将由先生代演员张艺山饰演主演为小宝 而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他的七位老婆将会由谁饰演 下面就为大家讲解一下 这七位老婆都将是谁饰演 剧中最漂亮的老婆二科的饰演者将由杨子担任 杨子和张艺山是从小一块玩到大的 一直以来两个人也都是娱乐圈中大家最期望在一起的一对 不过因为两个人实在是太熟悉了 所以两个人只能成为姐妹 不过在这部电视剧中 张艺山终于对杨子下手了 看过陆顶记得都知道为小宝追的阿柯并不容易 可以说是为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追到阿柯的 所以这次我们将从剧中可以看到张艺山是怎么追杨子 相信大家非常的期待 最爱闹腾最单纯的老婆剑宁公主将由苏青饰演 苏青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她在美人心机和美人熟化中都有着出色的表演 她的演技无庸俱仪 颜值更是非常的高 本身就带点击零古怪 由她饰演剑宁公主是最合适不过的 相信她饰演的剑宁公主 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番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一起期待苏青的表演吧 剧中大家喜欢的方宜将由高宇儿担任 高原儿在演戏攻略中饰演锦秀这个角色 相信大家对这个角色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剧中她她把锦秀那种温柔大方 古典美女应有的一切都饰演得非常的味 饰演出了大家期待中的锦秀 这足以证明高宇儿的演技是高超的 是精湛的 相信她饰演的方宜不会让大家失望 剧中最温柔的木剑萍将由白雪饰演 白雪在青云之中就担任过角色 这部电视剧中她表现出色 她第一举一动都把自己的演艺特色风格 表达得非常的清楚 相信在她这么精湛和炉火纯青 那演技演绎之下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木剑萍 让大家体验一个白雪风格温柔的木剑萍 曾柔相信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 而她的饰演者将由尤静如饰演 尤静如的演艺经历非常的多 在夏天际和春风十里不如你中 都有着非常出彩的演出 相信大家都见识过她的演技 由她出演曾柔是最合适不过的 以她的功力相信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曾柔 而为小宝最霸气的老婆宿轩 也就是神龙教主夫人将由雪冬冬饰演 雪冬冬在于醉和西红柿首富中的表演 相信大家都记忆留心 在她的这两部作品中 她用自己精湛的演技 把这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角色诠释得非常的到外 再加上她本身的身材和颜值都是非常的高 能够由她出演神龙教主夫人 并能够为观众带来一番不一样的体验 张一山版本 则陆炳气 寻找严谨 用人大胆 相信能为大家带来一部非常精品的制作 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代表作 并且每个人的演技都非常的精湛 由他们来完成这部非常经典的作品 是大家所期待 尤其是张一山的粉丝和杨子的粉丝 都想看到两个人能够谈一场恋爱 就算是在电视剧中 也算是满足了大家的心愿 所以我们一起来期待张一山版本的陆顶记吧 一起支持张一山 请不吝点赞